男子接到电话 竟是推销特供酒 看上去给人的感觉很高档的样子 对方声称是 这些酒都是内部人员才能买到的 看上去高档的特供酒 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 他们的流水金额还蛮大的 大概一天是三十万左右 犯罪团伙滞销分离 警方跨省追踪 人家放好了 接下来就贴标了 对吧 就是特供酒 这些心里面也没想 如果要赚一万多块钱 竟然犯了这么大的事情 追查特供酒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是上海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总队 联合贵州警方 在贵州省仁淮市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现场 上海警方办理的是一起非法制售特供酒 及假冒知名品牌白酒的案件 这间昏暗又杂乱的房间 就是犯罪嫌疑人生产特供酒的其中一个窝点 在这次行动中 上海警方成功抓获了9个非法制售特供酒 及假冒知名品牌白酒的犯罪团伙 并捣毁了9个制甲窝点 及14个分销仓储窝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2024年4月 公安部部署开展禁风专项行动 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 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 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 上海警方侦破的这起案件 就是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的一起点情案例 那么这起案件警方是如何侦破的 在侦办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这还要从上海警方接到的一起报案说起 报案人林先生在上海从事建筑生意 他说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要宴请客户 而且为了促成生意 在宴请时都要喝一些高档白酒 因为平常宴请的时候 有些局还是需要稍微好一点的酒 充当一下门面啊 或者说是提高性规格 2023年10月的一天 林先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称是一家知名白酒品牌酒厂的业务员 与其他酒类销售公司不同的是 他销售的是知名白酒品牌的特工 专工等高档白酒 而且价格很优惠 那么当时我一想 我正好平常也比较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我就加了他的微信 发现他的微信里面 朋友圈里面发了各种各样的酒 价格也挺好 而且对方声称是这些酒 都是内部人员才能买到的 业务员向林先生推荐了几款特工酒 林先生看到 那些特工酒的外包装和瓶身上 带有党政军单位 特工 砖工等字样 而且标有市场上知名品牌白酒的 多种注册商标标识 看上去他还是给人的感觉很高档的样子 那名业务员告诉林先生 这些特工酒都是知名酒企生产的 品质肯定有保障 而且价格比市场上的高档白酒要便宜一半还多 他希望林先生购买两瓶品尝一下 如果不满意他们会全额退款 林先生感觉这名业务员很有诚意 便先购买了两瓶特工酒 然后当时我就给了他一个公司的地址 他就发过来了两瓶 发来两瓶呢 我打开看了一下 感觉还可以 然后呢 找我公司里面的同事们也一起品鉴了一下 喝上去的口感呢 跟我平常也没多大区别 林先生喝过特工酒之后 觉得与平时喝的高档白酒 从口感上确实很香 而且特工酒也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于是林先生决定购买一些这样的特工酒 作为接待用酒 那名业务员介绍 他们的特工酒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一箱价格不等 而且购买数量多的话会有更大的优惠 最终林先生在业务员的游说下 先后花了五万多元购买了三十多箱特工酒 林先生说 自从购买了那些特工酒 有段时间他一直用于接待 客户反响也很不错 可是偶然在一次宴请的过程中 一位朋友的话引起了林先生的警觉 听了朋友的话 林先生对这些特工酒的真伪也产生了怀疑 林先生首先拨打了那个知名品牌白酒的客服电话 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公司根本不生产特工酒 此时林先生感觉上了当 随后林先生赶紧联系了那名业务员 希望他给个说法并把剩余的特工酒退掉 这个酒一旦发出来了他们是不退的 而且当时也没有凭证什么的 他说应该不管了 林先生与那名业务员经过多次协商都没有结果 为了讨个说法 林先生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工作人员表示 林先生购买的特工酒很可能涉及违法犯罪 建议林先生报警处理此事 由于林先生的报案涉及到的是特工酒 最终案件被移交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 经侦支队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 这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因为近期有几起报案都与特工酒有关 那么这些特工酒到底是真是假 又是怎么在市场上销售的呢 奇怪的快递单不寻常的收款账号 但是我们在这个公司 没有看到有快递员进出这个公司 脏乱的生产环境 简陋的罐装设备 追查特工酒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办案民警询问了林先生购买特工酒的过程 并对林先生剩余的特工酒进行了查看 民警看到这些酒的瓶身上确实标注着 党政军等单位特工专攻字样 并贴有知名品牌白酒的商标 民警联系到这个知名品牌白酒的工作人员 对特工酒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果果然有问题 第一个这批酒肯定不是他们公司产的 例如这个特工的这一部分酒水 是没有这个品类的 然后这些酒上呢 都是使用了公司的注册商标 那这些酒肯定都是侵权的 经过这个品牌白酒公司的鉴定 这些特工酒并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 而且这些酒的商标和包装材料 都侵犯了他们公司注册商标的专用权 2013年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五部门 就曾联合下发了 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 使用特工专攻等标识的通知 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 使用、自行或授权、制售 冠以特工、专攻等标识的物品 正式取缔了特工、专攻等标识产品 2022年7月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 又发布了关于禁止销售 君子好烟酒等商品的通告 也就是说 目前这些特工酒是不允许生产 并在市场上销售的 它主要是破坏了我们党政机关 和人民军队的形象 让老百姓误以为 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特工酒 其实现在是没有特工酒 所有的特工酒都是假酒 那么这些酒应该来说 从质量上它没有保证 既然特工酒不允许生产和销售 这些特工酒是谁生产的 又是如何流入到市场进行销售的呢 于是上海警方成立专案组 对此案展开调查 经过鉴别之后 认为这些酒体上大量使用了酒的商标 所以涉及到侵权 同时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人的发货的物流的一些情况 我们发现它的物流量比较大 从数量上我们认为已经涉及到刑事犯罪了 民警首先从那个与林先生联系的业务员开始调查 发现那个人是来自贵州省贵阳市的周某 那这个周某呢 大概二十多岁 然后我们就派人去他的落脚点实地查看 他平时都往返于一家专门的酒类销售公司上班 专案组民警来到贵阳市 发现周某就职一家酒类销售公司 公司负责人是秦某 在那个公司内有二十多名业务员 他们每天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向全国销售特供酒 他们框架结构那个规模都是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同时他们之间都会分项目组一项目组二 一天他们的流水金额还蛮大的 大概一天是三十万左右 专案组民警虽然找到了特供酒的销售公司所在地 但是民警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个公司每天虽然有几十万元的销售额 但是公司账户内却没有进账的流水资金 也没有他们发货的物流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这个公司没有看到有快递员进出这个公司 包括也没有看到这个公司有像类似于仓库的这样的东西 那他这些酒到底是哪来的 我们就产生了这个怀疑 那个酒类销售公司一系列反常的举动 他购买的那些特供酒是货到付款 钱款直接支付给了快递公司 根据这些货款的最终去向 也许就能找到嫌疑人 然后我们对这个到快递公司又去了解 他那个收款账户的钱的去向 发现他这些钱通过第三人的 一个第三人又转给了一个快递员叫熊某 特供酒的货款最终转给贵州省仁淮市的熊某 他是一名快递员 民警围绕熊某进一步调查发现 与他来往密切的有范某 陈某 曹某等几个人 而且熊某每天都会开车到各个地方拉快递 那些快递当中会不会就有特供酒呢 熊某他开的快递快递的那辆车 每天都会经过几个必经点去拉货 一些包装的酒类 成品的酒类 几箱几箱的装 然后送到他自己工作的一个快递点 同时民警研判出熊某所收到的大额货款 都转给了范某 陈某等人 然后他们又把大部分的钱款转给了贵阳 那个销售公司的负责人秦某 那我们判断他们可能就是销售的和生产的链条 他是通过贵州的酒类销售公司 通过电话微信销售的方式来获取订单 然后他们把订单再交给人怀地区的范某 陈某 此时 专案组民警终于厘清了贵阳人怀两地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贵阳 秦某的销售公司负责销售特供酒 人怀的范某等人负责生产特供酒 然后快递给客户 虽然案件线索渐渐明朗 但是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 因为民警还没有掌握到范某等人生产特供酒的窝点 就是在整个这个研判过程当中 我们都觉得难度很高 而且他这个反侦查意识比较强 民警经过多日的跟踪摸牌 发现范某 陈某等人经常去仁怀市附近的一个村庄 而且行为看起来很神秘 那里会不会就是他们贯装特供酒的所在地呢 他们会在下午固定的时间段 从他们的那个居住地把东西搬到一个山里面 然后跟长员就跟着他的这个车辆轨迹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有箱子搬上搬下的 在确定了范某等人生产特供酒的窝点后 专案组认为已经到了可以收网的时机 于是在2023年12月 专案组民警兵分两路 对贵阳的特供酒销售公司 和人怀的生产窝点的犯罪嫌疑人 同时开展收网行动 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始的抓捕的情节 在人怀市 专案组民警将犯罪嫌疑人范某 雄某等人成功抓获 民警看到在那个生产窝点内 有大量成桶的散装白酒和香精色素等添加剂 还有大量特供酒的包装材料 办案组民警没想到 表面上看着所谓高端的特供酒 是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下 罐装出来的 那么整个罐装的点上呢 就是有很多这个罐装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罐装的罐装机 包括一些这个就是红商标的一些这个吹风机 而且现场我们还发现了 大量的这个香精 在雄某所在的快递点 专案组民警也查获了大量各种特供酒 这些都是雄某打包好 准备发出去的货 就这个酒还有多少 这个五箱子装的只有这 还有别的装的有吗 这样的样子的 这样的样子的 这有中央的装 对 犯罪嫌疑人范某 23岁 之前在一个工厂内打工 2023年的一次机会 认识了陈某 熊某等人 陈某 熊某等人 让他加入罐装特供酒的生意 称收入很可观 他没这罐酒嘛 就想到是应该是没事 所以说就是法律意识太渺茫了 范某交代 他们几人分工明确 陈某 曹某等人 负责与销售公司对接联系 根据销售公司卖出去哪款特供酒 他来负责购买包装材料 并进行罐装 然后再交给熊某 通过快递发货 范某冠装用的散装白酒 都是从附近的市场购买的 每公斤20元左右 然后再购买不同的特供酒包装材料 一箱特供酒的成本不超过100元 但是他们转手卖给销售公司是几百元 而销售公司最终会以几百 到上千元不等的价格 卖到消费者手中 就是一个打工的 反正就是一个月 就相当于就是帮他们干活嘛 然后大概一个月能赚个一万多块钱 自己心里面也没想 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 居然犯了这么大的事情 在这次行动中 上海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名 查获特供甲酒1.2万余瓶 空酒瓶酒盒等制甲包裁 10万余件 罐装机打包机等制甲工具27套 涉案总额1.4亿余元 本案中负责销售特供酒的 犯罪嫌疑人秦某 及其团伙成员 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以范某为首的生产罐装特供酒的团伙 因假冒注册商标罪 分别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 警方深挖阔陷 多条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销售团伙精心伪装 运用话术迷惑消费者 追查特供酒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在2023年12月份的这次抓捕行动中 生产和销售特供酒的犯罪嫌疑人 悉处到案了 随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 又研判出了十多条关于特供酒的线索 专案组决定继续申发线索 对非法制售特供酒 以及烧制酒瓶 印刷标贴 印制包裁等全环节进行打击 2024年初 上海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总队 通过对多起特供酒类案件复盘发现 高价特供酒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黑灰产业链 而且犯罪网络覆盖了 印制包裁 非法灌装 存储运输 网络销售等多个环节 通过打击之后 我们发现整个市场 这个行业还是比较乱 就是从源头的这个治理和这个行业的一些这种灰产的打击 我觉得我们认为是有必要去深挖和扩案的 专案组民警经过多日的调查 共研判出三个违法犯罪团伙 一是制售假包装材料的团伙 二是制售假酒的团伙 三是通过网络销售假酒的团伙 专案组民警调查出 以犯罪嫌疑人徐某为主的五个犯罪团伙 从江西某地低价采购带有假冒知名品牌白酒注册商标 标识的烧制酒瓶 标贴等包裁对外销售 这个徐某这个团伙呢 他们的酒瓶是两种渠道 一种就是直接他找他的亲戚在江西景德镇 直接烧制 就不需要贴标的 直接烧制 烧制好以后发货发到贵州人团 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用他自己的小工 就在他自己的仓库里面 有了一种假瓶子外包装的这种设备 然后自己在仓库里面生产 以敖某等人为首的12个犯罪团伙 在贵州郊区租建民宅 非法罐装生产特供酒 及其他品牌贾酒 然后以每瓶15元到60元不等的价格 卖给贾酒销售公司 而销售贾酒的是以严某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 他们在安徽等地成立酒类销售公司 竞购大量特供酒 然后通过直播引流 电话推销等方式寻找客户 以每件300元至800元不等的价格 向全国多个省市大肆销售 2024年4月 上海警方在相关省市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会同市场监管部门 在贵州 江西 安徽等地 开展新一轮的收网行动 这是专案总民警在安徽省合肥市 对销售贾酒的公司成员进行抓捕的视频 都不要动啊 过来 全部过来 这个公司位于一个写字楼内 里面有70多名员工 在那个假酒销售公司的地下停车场 民警抓捕了刚来到公司的阎某 犯罪嫌疑人阎某 就是那个假酒销售公司的负责人 他交代 他在2023年成立了销售白酒的公司 一开始 他从正规渠道进货销售 可是并不赚钱 这时有人告诉阎某 销售特供酒会有不错的收益 他就动心了 阎某公司有四个销售团队 每个销售团队又分为几个销售小组 通过线上网店 直播引流 电话推销 添加好友 熟人推介等方式吸引客户 然后用内部渠道专攻 收藏增值空间巨大等营销话术 博取信任 欺诈消费者 你比方说三百块钱不到 二百六 二百八左右金 然后卖的话卖六百多 我们卖的都不贵 而且这个六百多也是包含愿费的 在这次行动中 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一百三十余名 现场查获各种特供酒一千余瓶 酒瓶酒盒等假包裁五十余万件 涉案金额高达一亿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严某 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 其他涉案人员也都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老师 欢迎您景老师 景老师 犯罪嫌疑人涉嫌两个罪名在案件当中 分别是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 以及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这两个罪名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个罪名在知识产权类犯罪当中 是性质最为接近的两种犯罪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第一个 就是从它的犯罪的表现形式来看 这一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你看它的核心词是什么 是销售 也就是说在流通领域买进买出 那它不管说这个商品 它是如何生产的和这个本罪并不关注这个 主要是看它是否明知 这是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而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罪呢 它的核心词是假冒 那也就是说呢 就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这个许可 而擅自生产制造 使用这个注册商标的这个商品 所以它的核心词是假冒 第二个呢 这两种罪其实还是有这种隶属关系的 也就是说这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是以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结果为前提的 你就是你现在生产才能销售嘛 是吧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两种犯罪啊 它的定罪的情节 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它是以这个犯罪的数额是否较大 作为罪与非罪的这个区别 假冒注册商标罪 它是以这个犯罪情节是否严重 而作为这个罪与非罪 就是否立案的这个标准条件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特工酒 您觉得公安机关为什么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打击所谓特工酒的这个专项行动 您觉得特工酒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 在我看来这个特工酒啊 它的这个危害还是多方面的 首先第一个 本身这个特工酒生产这种行为 就是一种违法违规的人物 或者犯罪的一个行为 你看这些特工酒呢 都以什么党政机关啊 或者说军队的什么代码标识为包装 其实就是不法分子做的一种包装 这种虚假的宣传 一个宣传的噱头嘛 来谋取这个不法的利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很多消费者花了大价钱 而买到了名不符实质量不好的 不行的这样的产品 甚至他引用了这种不符合规定的这个酒品啊 有可能对他的身体也会造成损害 从节目中我们了解到 所谓的特工酒之所以在一些圈子内流行 是出于一部分人的社交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撑面子 不法分子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 特工酒才在市场上屡禁不止 公安机关提示广大消费者 网上购买高档酒品需谨慎 樊宣称党政军单位特工酒 内工酒等军系甲酒 一旦发现应积极向公安机关 或有关部门举报 避免落入消费陷阱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京晓龙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